这里是四川穷来市 今天我到这里来 带朋友们去看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古镇 这座古镇的名称叫大同镇 它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基镇 在近些年还赋予了它一个很有特色的名称 被称为是五彩斑斓的色彩小镇 不知道这座色彩小镇是一个怎样的色彩小镇 今天我就带朋友们到这里来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小镇的外面 四周群山环绕 小镇就在群山环绕的山脚下 在小镇内有一条小河 这条小河是文锦江上游的一条河流 这一条河流就是穿过这一座古镇 茶马古道上的小镇算起来历史也是挺悠久的 一进入小镇我们就能看到 在这里的房屋的外面 颜色非常的艳丽 而且色彩也是很丰富 就连这旁边 这个是厕所 都是这样的鲜艳 对面的这处民居 颜色也是非常具有代入感 山区里面的小镇显得既古葡又新颖 河上的石墩将两岸连接起来 潺潺西水既清澈又清凉 站在河中央色彩的倒影更是具有艺术感 沿河而上靠着河边的这一面墙上 色彩既美观又丰富 而且还有一些典贼的植物 坐在河边的楼阁上泡上一杯茶 坐在那里是多么的惬意啊 大同镇最早叫大新厂 在明代的时候 这里已经就有了长镇的市路 秦代康熙的时候 这里正式设为大新厂 民国的时候这里叫大新乡 在1980年的时候 这里才正式更名为大同 红瓦墙白石尖 色彩的窗户加上蓝天白云 倒映在这条河中使得这里的色域更浓 数百年前大同古镇上就有湖广会馆 等一些古老的建筑 具有川西茶马古道上的这种特色的建筑 四条最有特色的老街就在这一片房子的后面 川西民俗民居特色的古街道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之后 现在这里全新缓软 整个老街的区域就集中在这一片 这个方向过去是正街 我们正对的这条街叫河边街 在河边街里面还有一个横街 在这里的房屋我们看都是那种 房古兴趣的 川西民居很有特色的那种 特别是这一栋房屋三层楼 看起来很气派 全部是结构 小镇的生活显得很安静 肉厚 河边街 虽然这里的建筑 我们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规整 也比较新 实际上它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修复的 并不是完全的拆除 所以像这样的木楼 看起来还是挺古古的 小镇上显得很安静 人也挺少 与之于旁边生活区的贸易市场上相比的话 这里显得安静多了 木板门前店后住家的 前店后住家在川西的小镇上 过去像这种金山附加的模式是比较常见的 这几栋房屋就显得比较老了 全部都是木板木楼 看起来很有延代感 也是这里比较有特色的几栋房 旁边小吃店也是这里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吃店 也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有人气的一个小吃店 现在虽然这里只是上午的九点过 但是里面就有在这里面用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河边街这里还有一座古老的木桥 就我们现在镜头中所看到的巷子里面 玉龙桥 这座桥也是小镇上打卡的地方 来这里旅游的朋友一定会到这个地方来 天下大桥 玉龙桥 玉龙桥最早建于什么年代 时间也不小 在清朝已经就有这座桥了 中国式的古代建筑桥 同学的部位 旅游的玉龙桥 我来不来说 我来不来说 是任何人的预护 有期待人的预护 旁边两岸像这种邻居都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小的吊脚 这边的色彩就没有刚才特别鲜艳 但是看起来也非常具有意见 更具有小镇的特别 与河边街相接着的这条街叫新街 也是这里很有特色的一条街 老街上相对显得比较亲近 没那么高的人气 但这里更有传统的生活 更富有历史感 这一排全都是像这种全木质结构的川西民居的架子 古树与老街相应 才显得老镇更具有魅力 更具有生活的气息 旁边的小河沟 使小镇也显得很清凉 在横接于新街的交汇处 这一栋建筑更是漂亮 算得上是小镇上的精品 年代看起来还比较久远 好具有味道的茶楼啊 镇街上的建筑看起来就漂亮多了 也更成龟落 这座楼实在太漂亮了 像是庭楼一样 在这些相对比较安静的房屋下面 也是充满了隆隆的生活气息 在古镇的背后 这里有一大批的竹林 在这里啊 藏了有更珍贵的 一个可以观赏的地方 就是这里非常有名的古树 古兰木树 这个环境真的是 非常凉爽 虽然房屋有些破旧 但是夏天这里很凉爽的 这里命名的就是成都市的兰木公园 这里的兰木树真的是很多啊 从那里进去的一大片全都是 这边也是 不知道这里的兰木树的树林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棵兰木树 朋友们猜一下 树林是多大 500年了 成都市的一级古墓 旁边这里还有 再看一下 看看这里最大的古墓树树林是多大 这一棵珍兰也是500年的树林 一级保护 那一片青瓦房的旁边 那里 这边全都是兰木树 好多啊 这个地方是成都市珍西 宁木生态园 主要是以古增南为主 也就是南部为主 这里的树林基本上都是从300年到600年 每一树均高都是在25米以上 那个树的直径达到了1米左右 其中有一树树林是上千年 旁边这里是一个古宅 很古老的一座房屋 上百年的老屋 现在像这一座老屋是越来越少 城市里边基本上是看不到 在农村也是凤毛麟角了 大同镇上的古籍 看起来既古樸 也有相对比较原始 与我们看到一些商业化比较重的那种古镇 相比的话 这里就显得很清净 既有原始 又有味道 特别是靠近河边的那一排民房 很有色彩 既印了那具五彩斑斓的色彩小镇 这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